就在被吸收时贝极特瞬间施展保护屏障 终于成功偷偷进入不殴体内 而突然意外发生融合镜失效悟空和贝极塔瞬间分开 悟空猛逼老界王神明明说过融合是永久的 难道是因为环境原因 贝极塔才不管原因这正如他所愿 说着直接把耳环捏碎 这把悟空看几眼万一这次行动不成功那就全完了 见贝极塔这么新大悟空也不管了直接把耳环握碎 两人在不殴体内位置不为瞎摸索 贝极塔突然脚下一软快速往下陷 悟空想要拯救也不小心中招 两人完全陷入又掉进另一个水池 这里到处都是为消化的蛋糕不用想一定是尾 还淡定在泡澡的悟空身上突然冒烟 贝极塔立刻骂到再不上来就要被融化 悟空下的瞬间窜到蛋糕上 而不殴的消化系统正在疯狂地进行消化 站在蛋糕上的两人也在被快速往里卷 由于蛋糕太多不好移动 他俩脚下一个不稳直接掉入湍急肠道中 正在悟空不知如何是好时 竟看到贝极塔已经拒出光波 他立马手舞足蹈地阻止 贝极塔嘴角意外根本不理光波直接打出 外面的不殴突然肚子一捅 幸好他只是以为吃坏了肚子并没有起义 未被打出个大洞两人终于脱身 悟空语重心长地劝着不要那么激动吗 贝极塔一声冷哼 刚才我可是救了你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两人继续探索寻找物反 看得到处都是蛋糕 悟空又嘟囔不殴真不爱惜身体 贝极塔再次不耐烦 这家伙炸都炸不死你还关心他的身体 突然异常再次发生上方掉下无数小绿点 这些小绿点如未夜般有腐蚀吸收的作用 快速将周围所有蛋糕一丝不胜全部吃掉 贝极塔分析这些肯定是给波欧转换养分的东西 小绿点吃完蛋糕就开始吃它们 他俩虽然身手敏捷但奈何对方实在太多 而且小绿点就算被打扁还会再次复原 贝极塔再次一发光波轰出 悟空又想婆婆妈妈一个不注意就被无数绿点爬满 身体被啃咬的疼痛令他不住大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突然地面开始晃动 一只如巨蟒般的蛔虫出现 悟空还在疼得嗷嗷大叫一时间平力量竟挣不开 如果他玩这款龙珠手游就一定知道挣脱方法 里面有塞亚人队伍宇宙人军团 而且现在上线就送反例活动 赶快点击左下角获得你想要的超级英雄吧 蛔虫的血盆巨口已经咬下悟空再也忍不住爆发气息 那强大能量不仅将绿点全部炸飞连巨虫也阴声倒地 贝吉塔忍不住吐槽你还说我 你这破坏更大 幸好外面的波欧依旧没起一心 黑洞内突然又传来响动 竟然又一条大蛔虫跑来 这蛔虫哭着喊着倒地的哥哥 而且还在呼喊爸爸快来 悟空两人瞬间感到不妙 果然又一条超级大的蛔虫赶来 两只小蛔虫不停给爸爸告状 此时贝吉塔猜想刚才那一下估计不殴已经发现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打出王子战法疯狂轰炸 大蛔虫被打得左右摇摆最后竟毫发无伤 这可遭了那俩蛔虫儿子又开始告状爸爸快淡掉他们 谁知爸爸一巴掌打到儿子头上 一定是你俩惹了祸人家才打你 没想到他竟是个奖礼的好爸爸 而且悟空两人还成功从他口中问出物犯等人的位置 好